2018年2月13日郭敬明现身上海机场一路盲聊语音 手上鸽子弹钻戒抢眼 和身旁高大帅助理俗最萌身高差气场强大 近日郭敬明更新微博晒出一张照片 这是一张浴室照 浴室照看起来特别豪华 大到可以游泳 装修极其奢华 浴缸的面积大得有些夸张 简直可以装下10个郭敬明排排站 怪不得有人调侃这哪是浴缸啊 这是操场吧 郭敬明豪宅位于上海市静安区的最中心 一个亿 这并不是郭敬明第一次晒豪宅 之前他就曾晒出过他的阳台豪宅 这种赤裸裸的炫富被网友抛轰 电影小时代上映前 网络上还曝光出影片里的 不仅和道具大都是昂贵的支持品 不少网友这一期炫富行为 认为会误导青少年的价值观 这一次次炫富加上抄袭事件 同性性杀扰事件 让郭敬明失去了很多粉丝 之后郭敬明亲自解散粉丝群 粉丝会员会 一个千万人的粉丝团被结散了 如今粉丝团仅仅只剩下十几个粉丝